后港八道一座祖屋出现数起冠病确诊病例 卫生部从今天起为整座祖屋的116户家庭进行强制性冠病检测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居民被安排分时段到祖屋的底层进行试子检测 当局也建议他们尽量地留在家中等待检测结果 来看记者陈云儿的报道 下午1点后港八道第506座祖屋的居民 根据当局传送的简讯中所列明的时段 依序到祖屋楼下的临时检测站进行聚合霉链反应检测 为避免交叉感染 住在1到6楼的居民会率先在今天进行检测 一些居民今早才接获通知感到震惊和担心 我完全不知道我还在睡觉呢 吓得我不得了我就匆匆忙忙的跑下来看一下 一到两天我觉得健康方面 我应该是可以拿假 据观察居民有秩序地进入检测区 不少人也带着小孩前来检测 大概10分钟吧 就很快啊 他们是说那边的人中 那边我们是住这边 所以我们不担心 只是说我现在检测完了 我想要出去买东西 我不懂可以不可以去买东西 阿育尼集选区议员严艳松早上到场视察时表示 市政理事会昨天已为组屋内居民常接触的表面 如电梯按钮等进行彻底消毒 并涂上抗菌消毒涂层 今早检测开始前也进行了第二次消毒 检测站开放到晚上8点 明天则是从早上9点开放到下午4点 检测结果将在1到2天内出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